现在越南的这个疫情太严重了 到处都是病毒 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啊 有百分之七八十多感染 哈喽大家好我是Martin 哈喽大家好我是Juzy 我们现在在越南 半个多月前我们全家感染了新冠 现在已经痊愈了 现在越南的到处都是病毒 太容易感染了 除非你待在家里 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 就算你下楼去买个菜 都会被感染 在我哪个人检测阳心的第二天 原在胡志明的小舅子 就传来他也被感染的消息 那我老婆的朋友啊 有百分之八十都被感染了 当然这些朋友是我所认识的啊 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感染了 才不到一岁的 所以现在在越南生活啊 是得要相当的注意 虽然有的人说 这个感染奥米克隆啊 和普通的感冒差不多 但是我想说啊 只不过是症状和感冒差不多 前面我已经通过两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了 头一个礼拜和头十天 我们全家恢复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想通过 回答几个问题的方式 来总结一下 我们这是感染和康复的经历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都有什么症状 其实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有这个症状 但是有的人没有 所以首先 先让我列出所有的症状 待会我再讲 我们每个人的症状有什么不一样 主要的症状就是有 发烧 喉咙 咳嗽 喉晕 头痛 全身酸痛 乏力 流鼻涕 鼻塞 呼吸 困难 我们四个人的这个症状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拿这个发烧来说 我和我老婆是没有发烧的 但是岳父母他们两个有发烧 岳父的发烧症状更严重一点 丈母娘会好一点 我只是在发现症状的第二天 感觉那个体温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老婆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 我的症状比我老婆的症状要严重一点 我老婆是最轻的 在我们四个人中 基本上她没有吃什么药 然后就康复了 下面先让我老婆来讲一讲 她的感觉 在这里 这些症状有些症状 我会有些症状 不太多 在两天在开始 后来我老婆是病毒 我感觉有疲惧 疲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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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实在是感染中 这个症状最轻的 她说基本上才两天 就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 全部康复啊 也就四天 我的时间是最长的 我花了差不多九天的时间 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们打了几针疫苗了 我们全部都已经接种三针疫苗了 第三 不吃药也可以痊愈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我老婆就没吃什么药 她只吃了一些维C片 但是我和岳父母都有吃药 我主要吃的是莲花青纹蝦 岳父母呢 他们是主要是吃的 在本地的药店买的药 一些退烧药 还有消炎药 虽然我们是已经吃了这些药 但是我不敢说 这些药就一定有效 但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然的话 医生也不会建议我们来吃药 是吧 OK 第四个问题 在哺乳期的母亲感染了 还可以喂奶吗 会传染给小孩子吗 我老婆就是在哺乳期 现在我们的小孩都是吃母乳 没有吃奶粉 我老婆感染了 但是我们小孩子没事 因为我们小孩子是六个月的 我听说这个六个月以下的小孩子 抵抗力是很强的 但是过了八个月以后 就需要注意了 还有第五个问题 我们是多久痊愈的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就会痊愈 我岳父母都是一个礼拜 我老婆四天就好了 我是最长的 九天 还有第六个问题 感染这个奥米克戎 和普通的感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感染这个奥米克戎 就像得了一场感冒一样 当然了 这个症状和感冒是差不多的 但我认为和感冒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没有自由 感染的这个病毒需要隔离 但是你感冒的不需要隔离 对吧 第七个问题 我们是如何知道 我们感染的就是奥米克戎吗 就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 因为我们也没有去医院去确认过 我们感染的就是奥米克戎 我们只是通过他的症状来推断了 而且现在大部分感染的都是奥米克戎 第八个问题 我们都吃什么药了 其实刚刚也已经简单的说明了一下 我吃的是莲花清纹江郎 岳父母吃的是本地药店买的 退烧药和消炎药 我老婆是没有吃任何药的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吃维C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 补水和垫颈子的 吃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排汗 还有这个东西通鼻子的 而第九个问题 我们都吃了哪些补品 燕窝 而第十个问题 在我们的恢复期间 我们的饮食和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喝水比平常喝的更多了 加快新陈代谢 然后我们吃了更多的高蛋白的食物 每天都会吃鱼 有时候会吃虾 鱿鱼鸡蛋 然后水果也吃了很多 最后一个问题 在康复期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三多 多吃 多喝 多睡 你需要注意到你的健康 每天 做更多浅 喝更多 吃更多 吃更多 睡更多 好 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啊 有百分之七八十多感染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虽然说这个症状和感冒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奥米开轮病毒啊 也是会伤到肺的 因为我老婆和丈母娘 他们两个康复以后啊 还是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所以大家还是要加强防护 平常的生活规律一点 多运动 增强体质 如果不幸感染啊 也不要恐慌 也不要害怕 积极的居家隔离和治疗 多休息 多喝水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这个奥米开轮病毒啊 是会多次感染的 所以大家感染了康复以后啊 不要认为自己有抗体了 就以为啊 不会再次感染 因为我老婆有一个朋友啊 就感染了四次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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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